但是还有一点啊 注意看荷花身边的蜜蜂 就有些时候 我觉得蜜蜂 就是蜜蜂在人的身旁飞的时候 哎呀好怕好怕 蜜蜂也会围绕着熊猫来飞 熊猫有时候也会坐一坐 有一些会挠挠耳朵 荷花在啃自己的脚啊 没有啃自己的脚了 估计身上有香味 花花是怎么保持球形长大的 我觉得大熊猫都一样 啊都一样的 你看哪只大熊猫 对吧 吃醋还能把自己吃胖 有些时候游客说话也很有意思 但是真的 游客看的 他也都只是表面 如果慢慢去了解 科普一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会觉得 动物啊 动物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不仅是大熊猫 很多动物都是 如果全国各地的 都是可以 关注啊 关注大熊猫 以外的一些动物 小哥印象最深的 就是 云南贵州里边 啊 最喜欢的一种鸟 叫 也是以前跟进过 黑井鹤 黑井鹤的声音非常好听 鹤类的声音都很好听 但是 我们看到的 动物很多都是 可能两三只这种 你没有看过 没有去野外 你没有看过成群的 当你看到成群的那种野生动物 在天空飞翔的感觉 边飞边就是叫的那种感觉 你会发现 自然动物很有意思 谢谢 来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